接下来要带你来看菩萨园林金社的普度相当特别 师傅特别规划了十二大主题的贡品 有给小朋友的、给宠物的、还有给泰国人等不同的贡品 希望能普度众生 也让信众了解爱护生命及尊重生命的重要 宠物玩具、饲料为主的贡品 这是要度化给宠物的 另外还有小婴儿的饼单、玩具、用品 这是要化度给每一元到世间上的小生命 还有以泰国出产的植物为主题的贡品 像那个柠檬鱼、这些烤鱼它们就是比较严重 而这是给长者的各式金式茶具 让人看见不一样的普度主题 连续十二年 菩萨园林金社的师傅 以主题方式度化众生 令信众很感动 佛教的普度房会跟一般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主要我们是以不杀生 将这个不杀生的功德 回向给我们的祖先 回向给所有的佛子、友情 尤其是孤魂 那我们不同的地方就是 我们有小朋友的桌 还有什么日式 还有药草桌 这各个不同的桌是 因应不同众生的需求 因为众生的需求 所以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表现 来呈现 让他们能够得到什么呢 满足 那么众生满足了以后呢 他就不会烦恼 不会烦恼呢 再来就是说法 佛教除了不杀生的功德 再来就是以这个说法的方式 让众生放下 放下心中的执着 让他能够愿意离开恶鬼道 不要再做孤魂野鬼 能够让他能够得以超生 师父这边已经有12年 每一年都有不同的主题 那我很感动的是 师父很用心 然后他就想到说 英灵众生还有猫狗 他们都需要我们的超度 这12大主题的贡品 让人看见佛教慈悲为怀的精神 也让人更加体验尊重生命 爱惜生命的重要与可贵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岩字幕提供